早餐店业者忙着做早点 但客人明显少很多 疫情冲击就怕业者撑不下去 政府寄出不少紓困措施 补贴员工的薪资 补贴他的所谓的营运的费用 然后再来减轻水电费 那减轻厂商的负担 银行这边既有的贷款不要抽银根 然后他要继续营运的话 营运资金要低利贷款 纾困方案洋洋洒洒 补贴面向很多元 但基层商家真的有感吗 很现实没人上门就没钱可赚 根据国民党的民调调查 其实有高达六成二的民众 对纾困措施已知半解 显然纾困不够结底气 政府打算先保住企业稳住就业 但根据经济部规划 用来刺激消费的库碰券 也要等到疫情搞一段落 在振兴时期才会发放 而且还得先消费才享有折扣 甚至限制电子支付商家才能使用 让库碰券也被质疑不切实际 那这个提早做的话呢 会造成大家出来消费了以后 会造成我们防疫的破口 你如果说这时候发了现金 发了消费券 结果大家出来把它消费掉了 这是保命救命的钱 不让纾困救急救穷的目标 被模糊焦点 但沈隆金也承诺 未来会持续搜集民意 了解基层真正需求 不让民怨打乱中央的纾困脚步 环运新闻 宋志明 徐国豪 台北报道